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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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瓦 打这个 打这个 打高一点 后面的人让一让 再搅一下 打这个下面一点 这个是绿酱 这个好看 再紧 好 等一等 要喝点饭 它就有盒子 妈妈 你就说一下这个井叫鹅井 我们这个豆腐好吃 它很有识 你看我们这一段时间 这个鹅井啊 这个圈圆啊 给它撂签嘛 你给我弄 你要喝 你要喝个咋喝 你是电话 你入了啊 我就是 按好几个手部 还好几个刀 这不就哈 修够了 老奶奶 你几年多点几了 一分二十 对 嗯 好 这个草不好 我再来 再来一遍 可以了吧 这也是 这个东西 就是 所有的牛奶 还是散开 下面有一手开就别了 鱼肉 彩花大盗 还真不一样 一块好豆腐 意义是食材要好 最主要的水还是第一 我们这个井就叫鹅井 它不是说一个圈牙 它说井一个一片 它都是圈牙 这个水质呢 它含有湿 含有稀 你说我们这个豆腐温度 泡豆的时间 和醋水的脑嫩 和我们小火的大小 和时间的长短 都有关系的 要做好这个豆腐呢 每一个工序做的零零精致 才处理好豆腐吃 这个豆腐呢 它既好吃 对身体也好 所以说我们这豆腐呢 它不添加任何东西 它是用植物的蛋白质去发酵出来的 对人体是很大的好处的 一粒豆子几粒汉啊 豆腐好吃有文章啊 所以它里面有讲究的 你看我们这些村啊 一个村它都有几十个百岁老人的 所以说 你们回去看看他们 他们有些呢 有八九十岁呢 还到去种地呀 还去高车呀 进行放华的 老奶奶你今年多长年纪呢 一半六十岁 哈哈哈哈 做这个豆腐呢 也是一种情怀 就像我们呀 其实二行呢 不管你做了多少事 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当对那个东西 对它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所以就把全身的东西都会投进来 先把这种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 传承下去 但是我起码来说 是祖宗的东西传到我这辈 下一辈传不传得下 那就是他们的情怀了 在这乌下 好 做这个 乌 一 好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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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